好,要报告,嗯,大家好,嗯,可以了,嗯,大家好,然后我的报告题目就是说,有police群生成的这个同价关系,然后这个问题是处于描述结合的不变量描述结合论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是,这是我和丁隆云教授的一个合作工作吧, 然后我将就是分成主要三个部分来介绍我们的工作,第一部分首先就是回忆一下基本的概念吧,首先回忆就是什么称为一个伯勒尔吉和伯勒尔函数,我们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什么是police空间,它是一个可分的torp空间,然后它的torp可以由一个相容的完备度量生成,我们称为这里torp空间, 是police空间,然后它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通常的时数r,它就是负于那个两点之间的距离,它是生成一个police空间,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counter空间,2ω,它的torp就是乃至于成绩空间, 然后可以知道就是police空间在这个不变量描述极核论以及描述极核论其实扮演的很基本的工具,就是我们很多情况下都要求它是这样的空间,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取两个police空间,x和y,我们有接下来的定义,首先我们定义什么是伯勒尔吉,伯勒尔吉,x的伯勒尔吉我们计为bx, 它是由x的所有开极,经过这个sigma代数生成的一个极核,它就是对普及可属并封闭的这个极核, 它也是最小的这类极核,我们计为bx,然后一个定义就是说,一个函数f,从x到y是伯勒尔吉, 当且就是对任意的y中的开极u,它f逆u,它的原相是伯勒尔吉,就是在研究这个规约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上一个就是昨天的报告吧,有一个就介绍了,如果我们对不规约不限制的话, 会发现很多等价关系它都可以规约,所以我们本文的本文的背景都是要求这个函数是伯勒尔函数, 然后就是它伯勒尔吉,我们会发现它可以通过开极b级,经过一些迭代的预算吧, 就可以生成整个的bx,就是首先就是sigma01,我们计为开极,π01就是它的补级, 然后sigma02以及π02,然后它的定义方式就是下面,就是sigma01α, 就是这些π0αn的这些基础的并级吧,π0α就是sigma0α的部级, 特别的我们把这个两个基础,sigma0α交上π0α据为Δ0α,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所谓的博勒尔吉,其实就是通过这样迭代的方式, 得到的一个基础,就是它们的并级。 然后这里强调一点就是它这个定义就是α大于等于1小于Ω1, 就是它的Ω1的来源就是说, 接下来的定义就是说Ω1它是不能变小的, 就是接下来的劳贝格定义就是说任何的可数叙述, 它比如说你考虑这个2Ω这个counter空间, 它的sigma0α基础和π0α基础发现它不一样, 所以它的Ω1是必须的,所以一般的定义就要求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定义就是比博勒吉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称为解析吉,以及它的补吉,称为余解析吉, 就是给另一个polis空间x, 而A的一个子析我们称为解析的, 当且存在一个y,然后存在一个b即c, c是包含于x乘y,那么这个a的集合元素, 其实就是这个b即c在x上的投影, 就是存在小y属于大y,使得xy属于c, 然后我们特别的说,一个集合是余解析的, 当且它的母析是解析吉, 然后就是这个解析吉,其实还可以继续定义,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Sigma11其实就是π01的这个投影吧, 然后其实也可以Sigma12是π11的投影。 然后接下来一个定义就告诉我们, 如果A的空间的一个集合A,它是伯拉尔集, 当且锦当它既是一个解析吉,又是一个云解析吉。 然后我们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一个等价关系E, 它是伯拉尔集,或者Sigma1,或者π1, 就当且的作为一个分析空间的元素。 是什么回事,这是。 估计也是像昨天一样当晚了。 你看他刚才是在宿舍的吗? 对,可能宿舍在上课是吧? 宿舍的网友都不怎么样。 等一会儿吧。 现在我们是线下课了,按理说不应该。 你们都线下课了。 我们就一直是在教室上课, 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寝室的网有时候质量不行。 这样回来了。 天天都这么热了。 刚才网断了,不好意思。 没事,接着讲吧。 。 好像还不可以分享,需要重新把你设置成那个。 对。 怎么看不到这里。 OK。 OK,可以了。 好,谢谢。 这应该可以吧。 然后就是我们定义这个规约吧。 就是说给定,给定XY是两个polis空间。 我们定义这个等价关系E和F。 然后我们称为一个规约。 就是一个θ,从X到Y是满足下面的这个等价。 就是XYE等价,当前仅当。 它的θx和θyF等价。 我们一个符号就是说,双规约就是说E波乐规约到F, 并且F是波乐规约到E。 然后一个严格的规约就是说E。 严格规约到F,就是说E波乐规约到F。 但是F并不能就是波乐规约到E。 然后一个符号就是不小于等于B,就是不能规约到F。 然后我们定义就是最基本的等价关系就是IDX, 就计为这个X上的相等关系。 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E是一个波乐等价关系。 如果它的E只有可数个等价类的话, 那么E一定波乐规约到IDOmega。 它的规约方式就是把每一个等价类取一个元素来标记就行了。 然后一个定义就是说E0。 E0是这个等价关系,是它的空间上定义的。 就是说X,Y,E0等价,当前存在一个M, 对任意的N大约M使得XN等于YN。 它就是说两个序列E0等价,就是当前中分远之后, 它们分量都是相等的。 一个事实就是说E0能波乐规约到R模调Q。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两个二分性定义。 就第一个就是说E如果是一个π11等价关系, 那么E要么波乐规约到IDOmega, 或者就是说IDα波乐规约到E。 这个定义就告诉我们等价关系, 如果从这个等价类的个数来看, 它要么是可数个, 要么就非常多,就是IDα能波乐规约到E。 好,接下来一个定义就是说E如果是一个π11等价关系, 那么E以π11归约到IDαR, 或者E0是π11归约到E。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见你发现这个π11等价关系, 其实就是最低层,就是ID1,ID2,IDα, 然后IDαOmega,然后上来就是E0。 我们接着定义就是什么是EOmega, 给定一个等价关系E, 然后这个等价关系EOmega是定义到XOmega上, 就是XY1Omega等价, 当前对任意的NXN和YN是E等价的。 有接下来一个定义, 它也是一个二分性定义, 就是说一个π11等价关系Eπ11归约到E0mega, 那么E要么π11归约到E0, 或者E和E0mega是双规约的。 然后一个事实就是说E0是严格π11归约到E0mega。 就这样的话就会发现等价关系的复杂性还可以向上走, 就是说E0至上还有E0Omega。 然后我们接下来定义就是说有一类等价关系称为三等价关系, 就给另一个polis群, 然后H是一个伯利尔子群, 那么这个三等价关系, G模掉H就这样定义, 就是XYG模掉H相等, 当且XH作为培级来看是相等的。 然后事实就是说E0和E0Omega其实都是三等价关系。 然后我接下来就是介绍几个常见的三等价关系, 也是,他们也是三等八个空间吧, 就是C0,LP和L无穷。 C0就是说它是收敛到0的序理, LP就是它的绝对值的P之密, 它是求和是有界, 然后L无穷就是说每个分量它最后取上去界是有限的。 然后一个定义就会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集中在这个ROmega模掉LP, 以及ROmega模掉L code这样的等价关系, 会发现它非常的能刻画, 就是说P如果小于等于code, 它是当其仅当, 这个LP是波雷尔规约到L code。 然后下面一个结果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P限制在0到1之间的话, 我们会发现, 其实ROmega模掉LP这个等价关系和ROmega模掉L1, 它是双规约的。 嗯,一个定义告诉我们, 它有一个上界吧, 就是说每一个Ks等价关系, 它都是波雷尔规约到ROmega模掉L无穷的。 然后一个推论就是说ROmega模掉LP, 是波雷尔规约到ROmega模掉L无穷。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就是等价关系, 还可以向上走, 比如说E0至上还有L,E,L,P,以及L无穷。 就接下来定义就是另一处吧, 就是说我们第一这个C0, C0就是说会发现一个定义就是说ROmega模掉LP, 以及ROmega模掉C0它是不可比的。 但是我们有接下来的事实就是说, E0Omega是波雷尔规约到ROmega模掉C0的。 然后这样我们的图就可以进一步更新, 就是说在E0Omega之上还有一个C0。 但是C0和刚才的L,P又是不可比的。 接下来还是一个定义吧, 就是说定义等号加, 它是定义在ROmega齿方的, 就是说两个元素XY等号加等加, 当且紧当, 两个序列作为集合来看它是相等的。 然后一个事实就是说, E0Omega是波雷尔规约到等号加, 然后等号加和ROmega模掉C0以及LP它都是不可比的。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图就是大概就这样, 就是这个图就告诉我们等号加关系就非常复杂, 可以如果你向上走会发现非常多, 然后还有很多不可比的。 然后接下来定义就是一类轨道等号加关系, 就是它在等号加关系还是比较很多的, 所以就特别提出来,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什么是polis群, 就是一个torp群, 但是它的torp是一个polis, polistorp。 我们定义就是接下来, 就是一个记印射吧, 就是给定一个polis群, 给定一个polis空间, 一个印射, G乘X到X的一个印射, 记印射就是满足下面的两个等式吧。 然后这里要求就是记印射, 我们是要连续, 也可以要求它是波瑞尔, 但是如果没有这两条的话, 一般我们不称它是一个轨道等价关系, 就是接下来的定义, 就是一个轨道等价关系, 就XY轨道等价, 当且仅当存在一个小G属于大G, 使得G点X等于Y, 就我们这里印射就要求它是连续, 或者它是一个波瑞尔印射。 注意的是, 就是说, E0, LP以及L五穹都是Fsigma等价关系, 那和E0, Rω, 以及等号加都是P03等价关系。 但是特别的就是说, Rω, M0, L五穹它不是一个轨道等价关系。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最终的图就是, 就是这样的图就是说非常复杂。 然后我们我们的工作, 其实就是从巴勒空间这个另一处来考虑的, 所以我先介绍一下就是说, 其中有两个就是巴勒空间C0和LP的一些, 以前的一些研究吧。 就第一个定义, 从就是从C0出发, 它定义了C0 Econities, 就是说给定一列有限度量空间,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等价关系, 它是定义在这个XI的层级空间上, 它是计为D大XI小DI, 它等价当切仅当, 它的极限就是说DIXIYI的极限, 它是等于0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两个序列是限制在层级空间的, 它们两个等价当切仅当, 就是它们的分量它的距离是, 越来越近, 就是说它之后是趋零的。 就这类的等价关系, 我们穿为C0 Econities。 然后我们会发现, 就是接下来的例子, 就是有三个例子吧, 就是我们取一些特别的空间, 离散空间, 也不说离散, 它的度量是来自于R, 但是它点击看起来是离散, 就是XIYIJ以及ZI, 三个空间吧, 它的度量是来自于R。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常见的就是刚才介绍的E0, 包括E0ω, 以及Rω, Modal C0, 它都是C0 Econities。 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 就这个C0 Econities就是非常常见吧, 就是去这样的组织。 然后一个偏续, 我们就是它是有限包含的吧, 就是几乎包含这个偏续, 就是说一个偏续是PΩΩ包含星, 它是定义的Ω这个这个子级上的, 它记为A包含星B, 当且A差B是有限级。 接下来一个定理就告诉我们, 法拉他证明了, 就是说这个偏续啊, 就能嵌入到这个C0 Econities。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每一个U, 它会存在一个C0 Econities, EU, 它使得下面这个括号里面的四字成定, 就是EU包含星B, 当且EU, Borler归约到EV。 一个事实就是说, 所有的C0 Econities, 它都是Borler归的, 而Omega磨掉C0, 特别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偏续, 它在ZFC下看它, 它是有连续同齿路的反链, 所以就是说C0 Econities这种等价关系, 它有连续同个人链不可比的等价关系, 就说明C0 Econities非常复杂。 然后接下来一个定, 定义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有限度量空间, 现在换成X, 意思是一个可分完备的度量空间, 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polis空间, 之后它的定义EM0定义在Mω, 它是定义在XYEM0等价, 当前还是作为两个序列来看它的距离是去0的。 然后接下来一个定义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把MD看作可分巴拉空间的话, 它的复杂性就唯一确定了, 就是这个定义就是说X是一个可分巴拉空间, 那么这个EX0它其实就是波尔双规的RΩ 美感磨掉C0。 就接下来一个定义就是从LP出发吧, 就是MD是一个可分完备度量空间, P是大于等于1, 然后有界吧, 然后之后这个等价关系EMP定义到Mω上, 就是XYEMP等价, 当且仅当, 就是它这个序列的距离的P质方求和它是有界的。 然后它这个等价关系研究还比较丰富, 就是举个例子的话, 就是比如举一个巴拉空间就是LP, 它是01区间上的这个这个可测函数, 就是绝对值得P是密可击的这类全体吧, 但是几乎如果出出相等的话, 看作一个同一个元素, 其实就是等价类生成的全体, 这是一个巴拉空间的东西。 然后一个定理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加一些条件, 如果我们对RSPQ做一些限制的话, 就有接下来的定义。 RS属于01到2,PQ属于1到正无穷, 如果S小于等于Q, 那么ELRP这个等价关系, 以伯乐归到ELSP这个等价关系, 当且紧张,P小于等于Q, 且R除掉Q是大于等于S除掉, 应该是R除掉P大于等于S除掉Q。 这个定理就告诉我们, 集中在EMP的研究当中, 你如果把M换成可分巴拉空间来看, 它确实有很多例子, 它是区别于刚才的例子。 就这一个定理, 就是说丁东云教室的定理, 2012年, 它是X如果可分巴拉空间, 那EX0就双规于了, 它是区别于这个定理来看, 这个EMP在可分巴拉空间来看, 它的复杂性还是比较丰富的, 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然后最后一个定理就介绍就是说, 在LP和LQ之间, 它也很复杂, 就是一个结果就是说, P如果大于等于E, 然后对给另一个U, 它是包含于, 包含于Omega, 它就是一个纸集吧, 然后就会存在一个波拉单价关系EU, 它是满足于EU, 是在这个R模掉, 这应该是ROmega, 写错了, ROmega模掉LP, 博乐规约到EU, 然后在博乐规约到ROmega模掉LQ, 而且它满足下面这个关系, 就是U包含星V, 当且EU, 博乐规到EV。 这个定理就会告诉我们, 就是说, 在LP和LQ之间, 它也很复杂, 就是说这个偏续P, Omega, 包含星, 它也能嵌入进去。 这样的话, 就我们得到一个最终的图, 就是说, 在10Omega和C0之间, 它很复杂, 我们确确知道, 它可以用C0Aquantase来, 毕竟它就非常复杂。 而另一车就是说, LP和LQ之间, 它这个偏续P, Omega, 包含星, 它也能嵌进去, 就说也比较复杂。 然后接下来, 我就会将引入一个新的等价关系吧。 就是, 给另一个polis空间, D, 然后我们先固定好一个相容的度量D,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等价关系, EG, 它是定义在GOmega上, 就说XYEG等价当且仅当, XNYN的N, 它这个序列, 求一个极限, 它是一个收敛的。 其实它就相当于那个巴勒空间C, 就是收敛全体的序列, 它有点相似了。 然后其实我们就知道, 利用巴勒空间类似的, 我们就可以定义CG, 就是X属于GOmega, 这些收敛序列的全体。 然后我们还是模仿这个, 巴勒空间C的那个度量, 还是一个上学界度量, 就是DUXY等于上学界, 每一个分量的距离的上学界。 然后接下来的事实就是说, 首先EG它是一个三点的关系, 就是GOmega模掉CG, 而且可以发现容易验证吧, 就是CG赋于这个DU的话, 它也是一个Polish群。 然后所以我们就有第三个事实, 就是说EG就是一个Pi03的轨道等价关系。 因为我们会发现它这个DU赋予之后, 它这个映射就是CG所作用的GOmega层, 这个映射还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符合那个轨道等价关系的定义, 就是说G映射, 我们在这里要求连续, 所以它是符合定义, 所以可以成为一个轨道等价关系。 然后首先就是我们来研究群嘛, 就要研究不同的群。 所以第一个定义就是首先研究研究菲亚基米德, 所以我们就定义哈, 一个Polish群G是称为菲亚基米德, 如果它有一个淋浴基, 它是由这些开的子群生成的淋浴基。 然后接下来一个定义就是说, 什么是置换群S无穷, 它是这个Omega上所有置换的这个全体构成的群, 它是赋予这个组点收莲的拓扑。 就是说,就是说它每一个, 因为它是置换嘛, 相当于对每一个G, 对这个在1上的做点的值和2上的值, 它辅于这种组点相等, 就是组点收莲拓扑。 它是一个Polish群。 然后一个定义就是说, 一个Polish群是Cli的, 如果它有一个相容的左部变的完备度量, 其实就是说, 有一个度量D, 它是满足DGH和DK的距离, 它就是等于DHK。 一个事实就是说, 一个Polish群是非阿基米的, 当时它是拓扑同构于S无穷的一个B群。 然后就是说, 接下来一个定义就是说, 我们限制一下嘛, 就是说, G是一个Polish群, 然后G是一个TSI, 如果它有一个双边不变的完备度量, 就是满足下面这个事实, 就是说, DGHF和GKF的距离, 其实就等于DHK。 然后如果你要考虑这个, 它是一个TSI的, 并且它是一个非阿基米的, 那么它就一定是这种形式的, 就是说, 既是一个TSI, 非阿基米的, 方切尽当, 它是拓扑同构于一个, 这个离线可数群, 可数成绩的一个B字群。 然后一个早前的结果就是, 丁龙云教授2017年结果, 事实上已经可以看出, 就是说, 把奥米卡磨掉C0, 它是严格伯略归到ER, 然后再伯略归到ER平方, 然后一直上去。 然后接下来, 我就将陈述一下我们的一些结果吧, 就是我可, 我就不用不给证明了, 因为有的比较复杂, 就传计一下我们的结果, 就第一个定义就是, 让G是一个Polish群, 它至好包含两个点, 就是说, 它是非平凡的Polish群。 就是说, 第一个定理就是说, G是一个离散的可数群, 当切尽当, 一G就博烈归约到E0。 就是说, 它就是最低纯的一个Polish群, 就是离散, 它的复杂性不高, 其实就是E0。 我们比离散, 再复杂一点, 就是说, TSI不可数的Polish群。 之后我们会发现, 它这个复杂性EG, 它其实就和E0Omega, 是博烈尔双规约的。 特别的, 如果我们说, EG如果是一个Polish群,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重量条件, 就是当切紧张, 它的复杂性, 就是说EG, 是博烈尔规约到短号加的。 就是说, 这三个事实就是说, 发现这个群, 就是说, 我们的EG就是非常能刻画这个TOP现象, 从这里看出, 就是说, 理散TOP, 非常低, 如果你加一点限制, 就是TSI, 不可数的Polish群米德, 它复杂性会稍微上一层。 但是如果你们考虑一类的话, Polish群米德的情况下, 它会发现, 它直接可以通过EG, 博烈尔规约到短号加的刻画。 但是我们有一些问题吧, 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二的逆方向是否成立, 就是说, 如果这个复杂性, 一级是博烈尔规约到10ω, 我们想, 可以问一下, 就是说, 这是不是一定就是一个TSI, 不可数的Polish群米德, 这个暂时还看不出来。 就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不是有EG, 博烈尔规约到短号加吗? 我们想问就是这个, 这换群S无穷, 它的复杂性, 是不是就是和短号加双规约呢? 这是两个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考虑, 就是说一类两类吧, 就是我们称为非CLI和不是非阿基米德, 给定两个Polish群, 就是GS是Polish群。 一个定理就是说, 如果G不是一个CLI, 但是H是一个CLI, 我们可以得到EG, 就不能波列归约到H生存的所有轨道短加关系。 这个定理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通过EG, 其实可以区分非CLI和CLI的, 就是说它可以分为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就是非CLI, 另一个阵营就是CLI。 然后还有一个定理就是说, 如果S是一个非阿基米德, 但G不是一个非阿基米德, 还有, 还可以分, 就是说EG不能波列归约, H生存的轨道短加关系。 还是可以分为两个阵营, 就是一类是不是非阿基米德, 另一类是非阿基米德。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这个EG 在区分这个拓卜性质, 非常有用, 就是它确实能把不同的拓卜分析的比较清楚。 就接下来我们关心就是说, 在S无穷的B字群当中, 其实就是所有的CLI, 非阿基米德, Polix群, 我们想知道它的复杂性。 所以我们一个定理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会存在一类CLI, 非阿基米德, Polix群, GN, 它是满足, 102M, 严格波列归约到EG0, 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链条吧, EGN, E直波, 严格波列归约到E, S无穷。 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启发一下, 就是说, 我们如果关心非阿基米德, Polix群, 就是想, 可以问一下就是说, 我们这种, 就是相当一个直线的链条, 我们现在可以问一下就是说, 有没有, 非阿基米德群, G和S满足, EG和S, 是波列归不可比的, 甚至于我们可以问他, 这个波列归不可比的链条, 到底有多长, 是什么样的偏讯能牵进去, 这也是可以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关于非阿基米德群。 然后接下来我们关心一种, 称为局部欧基里德群, 如果一个托普群, 既是局部欧基里德, 如果就是存在一个开领域, 使得它同配于RN的Open子群, 就因为它是一个托普群, 就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每一点的开领域, 我们可以近视地看作都是同配的,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同配于RN的开子群, 这个N就固定下来, 其实我们就不妨就计为它的维度, DIMG就等于N。 然后一个定理, 其实就是希尔伯托第五问题, 就是它要考虑什么样的局部颈群, 是里群可以变成里群, 然后定理就是说, 如果既是一个局部欧基里德的托普群, 那么既已经托普同构于一个里群。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把里群看为局部欧基里德空间的一类群。 我就不引入里群的定义, 因为可能就解释起来更多一点, 所以不妨我就用局部欧基里德来说它是一个里群。 一个事实就是说, 一个里群它是polis群, 当其警当它是可分的, 因为里群都是局部警的, 我们考虑的是有限为里群, 就是RN, 这个N是有限的。 所以是一个里群是polis, 所以当其警当它是可分的。 然后注意到一个联通的TSI polis里群, 它一定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 它是一个子群是警联通里群, 另一部分是RN, 所以就是说TSI联通的polis里群, 它一定托普同构于一个警联通里群和RN的成绩。 然后就是说, 如果我们给定两个polis群, 它就是let G and H 是两个TSI polis里群。 然后我们如果计G0, 就是它的联通分支吧, 就会得到, 如果EG是bolar归到EH, 之后那么就会存在一个连续的局部单数, 使得SG0是一个映射到H0的。 然后这个定理就是说有一点限制, 就是说我们要求它就是一个TSI的。 就是这个命题已经很漂亮, 就是说可以得到接下来的推论吧, 就是如果它这个G的维度是比S的维度大, 那么这个EG就不能Bolar归到EH。 然后在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它是一个TSI的, 就是我们可以问一下就是如果它不是TSI的, 这下面这个推论就是它维度G大约维度H, 它能不能也是这样的形式? 就是说你可以问, 因为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多了, 所以这个TSI里群换掉把TSI去掉, 是不是可以继续做下来? 所以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在这一个形式下这个EG, 它其实反映了这个局部Pulse, 就是它的, 因为它维度嘛, 就是说它推论就是说如果它G的维度大于H维度, 实际上我们证明中它是会导出这个局部单设嘛。 局部单设有我们一个著名的定理吧, 就是说从一个高维欧式空间, 比如说R3, 它就不会存在一个局部单设到R2。 其实就是利用这样的结论会导出这个推论, 就是说G的维度高于H维度, 那么EG一定不能Bolar归约到H。 就是说EG在这个理群来看, 它是可以反映一定的这个, 就是说它的群的维度, 它就说高维不能到低维有一个规约。 就在这里面就是局部单设, 其实还可以用一些别的技巧, 就是说证明一些不规约, 因为就是如果G和H都是同一维度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局部单设,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什么是一个成为覆盖因素, 就是说通过一些基本群来刻画不规约。 这些都可以知道。 然后特别的我们对这个联通的阿贝尔理群做一个比较完善的回答。 因为联通的理群它一定可分, 因为就是说理群因为它是局部欧基里头, 其实就是局部是可分的, 然后它因为它是联通的, 所以它每一个开极它就可以生成整个的空间。 所以它是polis空间。 一个定理就是说, 对这些联通的阿贝尔理群, 我们给定A0,B0,A1,B1, 然后有下面的定理, 就是说E,R,A0乘上B,T,B0, 伯乐归到E,R,A1乘上T,B1, 当其仅当A0加B0, 是小于等于A1加B1。 而且它的指数就是说B0, 是小于等于B1。 其实这个定理其实可以等价地说就是会存在一个连续的同态, 从这个左边到右边有一个连续的同态, 而且这个同态它不是一个, 就不是一个非零的同态, 你可以用这样的话去描述这样,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和这个等价条件是差不多的, 就可以直观地想象到这件事。 然后最后我们就会介绍一个, 不连通道polis群的群就行了, 就是说它也能区分, 就是说如果G和这个, 嗯,这个怎么读,我不太会读, 我记得读成Gamma吧, 让G和Gamma是两个群, 然后Fy是一个同态, Lamda, Lamda, 谢谢, 让G和Lamda是两个群, 然后Fy是一个同态, 从Lamda到G的自同构的一个同态吧,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半子G, 就是说Lamda半子GG, 就是它这个子G吧, 就是沉积空间的子G, Lamda沉G它复于这个群应数, 它比较复杂, 它是一个半子G, Lamda1G1乘上Lamda2G2, 它就等于第一分量就是Lamda1乘上G1, Lamda2, 第二分量就稍微变一下, 就G1乘上, 因为它是同态嘛, 就是FyLamda1, 它会开为G的一个自同构群, 所以在作用到G2的元素, 就这样的定义, 我们计Z2就是两个点的这个离善群吧, 就01, 它就是常见的Z2, 然后我们定义就Z2半子G2, 就是这个半子G, 就是说我们定义这个Fy的同态, 就是Z2到R的自同构的同态, 就是Fy0, 它就作用在单位元, 然后Fy1T, 它就等于这个T的逆吧, 就说R的逆元, 然后这个就可以看作就是说联通, 联通Police群的一个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布联通的Police群, 然后我们读到一个定理, 就是说如果ET就是, 就是说这个群是就是那个圆周吧, 就是旋转, 就是平面的那个圆周旋转, 就是ET和Z2半子Gα2, 它是伯利尔不可比的, 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就是说就是说, 这个不联通的话, 它可能和联通的是不可比的,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它可以反映就是说, 我现在不是定义了半子G了, 其次就蕴含着它的群结构是比较复杂, 所以也可以看出这个E, Z2半子G, R, 是不能伯利尔归到ER,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一个定理, 就是说, 联通领寻, 我们有一个刻画, 我们从这个推论就可以看出, ER一定伯利尔归到ET, 又因为这个定理, ET是和这个, E, Z2半子G, 是伯利尔不可比的,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说, E, Z2半子G, 也不能伯利尔归到ER, 就是说, 稍微不联通, 它就和联通可能又不可比, 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问题啊, 你就可以问, 是不是不联通的Pollet群, 尤其在这种理群的情况下, 因为理散的情况下, 刚才不是说了,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理散, 理散或者弗亚基米的TSI情形下, 它的复杂性都, 都唯一了, 就是要么是E0, 要么是E0, Omega, 但是在理群情况下不太一样, 就是说, 我们可以关注在不联通的理群和联通的理群, 能不能继续做研究, 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就说这个定理就告诉我们, 这个, 我们的定义的等价关系, 它确实可以反反应这个群结构的, 因为在证明过程中, 我们其实, 利用到就是这个半自一的定义, 打出一些矛盾吧, 其实就利用到群结构的一些复杂性, 然后最后就我们得到一个, 我们的一些工作吧,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图, 就是说, 这个Gamma是一些非频繁的可属性, 如果我们考虑, 这个最简单就是一个Gamma, 就是一Gamma, 其实就是波列归到一零, 然后如果考虑可数个成绩, 它其实就是一零奥梅, 然后在一零奥梅之间, 到等号加, 它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链条, 其实我们找到的链条, 都能找到链条, 不止这一个链条, 你可以找很多链条, 但是我们刚才不是想问, 就是会不会存在两两不可比的链条, 或者可以接着问, 就是说等号加一零奥梅加之间, 都复杂, 目前还不清楚,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C0之上, 我们就有一RI乘上TJ, 只要I加Z, 它不等于零就行了, 就是非平凡的, 它一定有这样的形式, 就是说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工作, 就没有介绍, 就是目前就是说, 有很多这样的结构, 就反映我们的增加关系, 就非常具有这个可展性, 就是说研究, 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 还有很多丰富的问题, 就是说不同的角度, 可能有不同的启发, 就是说,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关注关注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我的报告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郑阳的报告,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一个吧,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S无穷, 你考虑他那个子群的时候, 你给了一串地针的那个, 你能不能说那个例子怎么构造的? 我总觉得就是, 一般的话欠P, Omega欠进去, 就是他有一些传统的手法吧,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你那个例子长什么样, 有没有看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性? 对, 就是说他的例子就是说, 因为刚才博士证明了不可处理, TSI它都, 都是一连Omega, 所以第一个G0, 其实就是Z和Z的这个, Race product, 就是也是一个半字机, 就是Z, Race product那个半字机。 嗯, 所以所以今天就是你就, 不是半字机, 不是半字机, 是Race成绩, 应该Race product的成绩, 就Race,Race,Z, 然后这个G就是, Race,Race,G0, 然后这个迭代的就是, 其实就是一些子群, 然后这个定义我没有写, 就是说, 没有杀香, 没有杀香吧, 我觉得这个, 那你你后面, 比如说你一开始, 后面考虑那个, 是用维数来分的嘛, 对吧, 你说那个维数, G, 就是越高的话, 它是, 它是不可能在上面的, 对吧, 那你还有一些其他的, 那些特征, 比如说那个托普群的特征, 能用的上面吗? 如果你, 如果维度相等吧, 对吧? 不一定是维数嘛, 你可以或者其他, 其他的不变量吗? 其他的不变量呢? 目前我想一下, 目前在里群上, 可能就这一个不变量。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G是锦的话, H不锦, 可能还可以不归。 对对对, 刚才我也是想问说, 因为你如果要去刻画它, 你的, 如果你的思路是说, 你想通过等价关系去刻画, 它的托普结构的话, 对吧? 那你那个锦的托普群, 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一类吗? 所以, 所以我就说你那个锦的, 和不是锦的, 它应该, 你按照这个框架, 应该也要考虑一下。 对, 但是我们是, 条件就是说, G是锦, 它如果不锦, 就不能归。 就还是要维度要考虑。 就是, 因为你如果维度高, 它一定不能归, 那不妨假设维度相等, 或小于等于吗? 如果相等, 可以即是锦, 它不是锦, 就不能归。 我, 我好像还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你说收敛的时候, 那种, 我知道你看到那个收敛, 就是正常的收敛嘛, 对吧? 但是我,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读, 读那个巴特空间, 它和那个联系的时候, 它没考虑过, 叫做就是, 那个无条件收敛, 就是, 就它, 它那个球极限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好像, 只有极限, 还没有球核, 我不知道那个, 就是无条件收敛, 能不能放进去。 因为这个电影, 你可以看出, 它是相当序列收敛吗? 你这个是序列收敛, 所以, 我想一下, 可以放进去。 反正在这没有球核, 好像就没有, 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如果TSI的话, 你可以就看头求核, 你一般的也可以。 如果是求核的话, 你如果, 如果是求核那种收敛的话, 我, 我还可以要求说, 它对那个, 像绝对收敛一样, 就是它求核的顺序, 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你说就是无条件, 就是收敛吧? 对, 无条件收敛, 无条件收敛, 它就类似于以前的, 那个算分析的绝对收敛, 就是我对, 我对那个急速顺序, 可以调整的。 我不知道那种收敛, 或者它的, 它的对你的, 最后那个结构上, 有没有影响? 因为我查过, 就是无条件收敛的话, 它就如果你放在巴拉空间来看, 它无条件收敛, 跟它绝对的收敛, 肯定不一样, 它会产生, 就是无条件收敛, 它和, 就是说, 两个粘元素的距离的P十方, 求和有介绍。 对, 我知道, 它和那个绝对收敛, 就是你, 一番数绝对收敛, 肯定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只是犯了一种, 就是比收敛, 我就说, 我反正, 你知道绝对收敛, 你知道那无条件收敛就行, 它反正和之前是不太一样的, 就我就说, 你换成无条件收敛的话, 这种有没有可能, 也会考虑一下。 因为暂时, 我们没有考虑那一个无条件, 因为我们甚至于, 这个即换成巴拉空间, 这个什么情形, 我们还不清楚, 就即使你换成刚才, 不无条, 虽然收敛, 就求和, 就求和收敛, 巴拉空间就不清楚。 所以, 所以现在, 现在的话, 你就只考虑到那个, 那个Policy群嘛, 对吗? 你没有, 没有加上那个, 没有加上巴拉空间的结构。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只考虑巴拉空间的话, 我觉得结论是不是可以, 也会不一样的。 这个肯定, 这个结论肯定不, 你说跟哪一个一样? 就是你, 你现在不是考虑的那个计吗? 对吧? 你计是一个Policy群吗? 对吧? 然后你把Policy群, 你现在, 你不只是群结构, 我还说它是一个巴拉空, 是一个巴拉空间的, 你巴拉空间上, 你也可以这样子做呀。 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巴拉空间的情形, 我们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说, 就我们现在只能做有线围的, 因为局部警在我们这里, 是一个闹不过去的一个地方。 好, 我就是瞎说话, 我也不懂了, 那就随便问问。 无线围是我们下一步很想做的东西, 但现在没有什么办法。 嗯, 好的, 好的, 我就这么整个问题。 可以其他问题吗? 嗯, 问一个问题吗? 嗯, 可以可以。 嗯, 嗯, 是这样子, 这个, 比较general, 就是刚才提到, 在这个E0, Omega和C0之间, 可以塞进去, 所有的这个C0类的等价关系, 对吧? 嗯, 嗯, 这个, 嗯, 那么, 对于这个E0,Omega和C0之间的, 所有的Borel等价关系, 构成的这个类, 有没有什么刻画啊? 就是说, 例如说, C0等价关系, 可不可以完全的去Parametrize, 所有的这之间的等价关系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 因为在这个, 你就说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有, 是不是相当于下界还是什么? 呃, 就是说他是不是所有的, 这之间所有的等价关系了? 呃, 这个应该不会是这个, 他因为他这里面, 可能有一些别的, 但是我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 这一块这个东西, 我相对陌生, 这个问题问的太大了, 就是说我们到现在为止, 除了那几个, 在等价关系研究里头, 除了刚才提到这几个二分之外, 就没有任何地方, 你可以去问说, 这两个等价关系之间, 所有的, 所有的结构是什么呀? 没有办法回答, 任何一个地方, 都回答不出来。 呃, 我也觉得基本, 基本上回答不了, 里面东西太多了, 你, 比如说你, 你做了一类, 你说是不是只有这一类? 我觉得不太, 不太现实。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 就是partial的结果, 比如说他这个, 两个小的之间, 他们有一个, 就是说某一类的等价关系, 他有一个比较高的复杂性, 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不变量。 那个理想等价关系啊, 就是所有的都, 都可以有理想, 都可以比他比他大吗? 嗯, 理想可以得到, 还有一种就是, 他证明了, 就是说在这个链条下, 他没有有限个, 就有限个链条, 就使得他有下阶, 或者上阶, 他又连续懂个链条, 就横着拍吧, 他不可能你找到一个, 就相当于这个形式, 就是说10, 和10ω, 它至上看起来只有有限个, 因为猜测可能有有限个, 实际上他证明, 在这个地方能证明, 他不是这样的有限个上阶, 就基小员和基大员不见得是有限, 可能就很多了, 对不对。 嗯, 好的, 谢谢。 没事。 OK, 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那么我们这次的Delta就全部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报告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